台湾第一次跟俄罗斯学术合作的维卫星塔迪亚纳2号 在今年9月17号顺利升空 可喜可贺的航太技术大进步 台湾的民众却无法分享 俄方他们要采比较低调的方式 就是说这个不要做一个媒体上的一个宣传 训练我们的大学的团队 自己能做这个科学丑宅 而且有实际的这个飞行测试的这种经验 明明是我们跟俄罗斯各出资150万美金 进行台俄为卫星合作案 却处处受到了俄罗斯限制 除了不准宣扬发射成果 就连合作协议书上台湾也被隐姓埋名 因为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国际政治上的敏感性 比如说我们有输出许可 还有这个跟在做这个国际交流上面 一些技术的取得 事实上都有一些困难 对我们最不会受到伤害 所以就是说学校跟学校的合作 提升航太技术和维护台湾主权之间 的确不容易兼顾 这场合作只是再度凸显出 台湾屡屡被国际打压的残酷事实 明星员长城公海台北